國民黨全代會7月23號 將在板橋體育館登場 通過徵召新北市長侯佑儀參選總統 韓國瑜確定將出席全代會 跟候選人並肩下架民進黨 他們這樣合體的話 我是覺得應該算是還蠻 對藍營來說蠻不錯的 那有幫助吧我覺得 因為就合作的感覺 合作的話對雙方都有利益 可能會加分 而且台灣最喜歡熱鬧的選舉了嘛 所以韓國瑜肯定是有些 大家媒體都有討論的東西可以出來 韓國瑜是一個客觀來說 他是很有領袖魅力 跟演講的個人魅力的政治人物嘛 所以我覺得肯定會有一些加分 對於候友宜來講 而且這應該也是國民黨 現在能打的少數的招之一了吧 我覺得對藍營選情不一定有幫助 但是對綜藝效果其實是有幫助的 畢竟韓國瑜就代表著是一種 就是大家的一個非常注目的一個焦點 他不管說的話或做的事情都會有焦點 所以可能先有了一個曝光一個吸引度 然後再看到底要幹嘛吧 韓國瑜不會出來選 他可能可以去幫侯友宜 他都已經說要挺他 怎麼可能又出來選了 感覺沒救了 因為他會以為民調太低了 希望可以救起來 我爸一定覺得有 有什麼 就是有幫助啊 因為我爸是藍色的 我媽是綠色的 我家是綠色的啦 就是 就是你前面已經鬧得很難看啦 然後民調都已經降低了 然後你現在再這樣就沒有意義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你原本就不合啦 我覺得完全不會有幫助 完全不會 而且我很討厭他啊 討厭誰 韓國瑜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他沒有什麼幫助啊 我們家超多人喜歡韓國瑜耶 因為我們家很多那個 剛才講 當老師的 對 他們就蠻藍的 我不喜歡一個陣營在內鬥 然後再爭取利益 對 我希望他應該是把一個要選總統的黨 應該是要先把 怎麼治理國家未來方向去哪裡 這件事情先去確定 而不是先來爭一些利益分配的問題 所以如果國民黨一心就是 一起往前的話 那我相信他也是有競爭力 不太建議藍黨再換人 因為藍黨每次在 要選舉前都只在換來 換來換去的 坐在很多人都 對 不太 不太建議這樣 有民眾認為 洪涵兩人合體 對藍營的選情是大大有幫助 兩人好 一人就擊掌 居埃 있는瓶子 真的很簡單 प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